龍眼樹下茶席貝妥 由趙佳堯的陶藝家趙聖傑親自為賓客奉茶 茶葉是高山有機茶 而親民用的則是他融合大雅小麥底蘊所創作出來的陶藝品 藉由品名和賞陶讓民眾來和麥田對話 這些茶具裡面蘊藏的就是我們在地的紅土跟小麥感的灰 而這麥灰就是在這個大雅我們取得的這個麥灰 用在自己的陶藝品上面讓他們去品嘗的時候可以體驗到在地的文化 每年3月施打小麥收割成熟的季節 而在地的趙佳堯這次選用茶席來讓民眾體驗小麥文化 把整個園區與小麥裝飾布置 並且在園區各角落放置歷年來趙佳堯所推出的小麥相關陶藝作品 讓人、陶和小麥三者之間能在慢活的氛圍中激盪出新的感受 大部分外面買的有很多都進口的東南亞還是大陸的 可是這個純粹就是完全台灣的元素 就覺得蠻感動的啦 我覺得這種感覺就是還蠻棒的 因為遠離那個都會嘛 那我覺得這種感覺是在都市沒辦法體驗的 對,來這邊真的就是完全的紓壓 對,紓壓的感覺 完全可以忘記工作的那種什麼忙碌什麼的 趙佳堯表示作品從小麥出發 因此希望民眾回歸原點 透過查協的牽線 來去尋找在地的文化跟圓和感動 記者李將來中 慘到